下面这是第三个问题 这第一次几个月前 在电脑键盘上无意识地按了几下键盘 荧光幕上竟出现了 福而今福物无法这个字 从那以后弟子真的出现了魔障 整日不思修修胡思乱想 甚至环游邪念 曾多次想克服魔障 先退不了很多 请问老法师 荧光幕上出现了 福而今福物无法 应怎样理解 怎样应克服魔障 这几个字意思很清楚 福而今福物无法 物是讨厌 在这个时代 法若魔墙 那魔是什么魔呢 你要晓得 大大人就经上 讲四种魔 那第一个是五阴谋 这是自己啊 不在外面的 我们的身 十四 瘦想象形寿 众人活活 而成就这个身 你要是迷惑了 这个身就是魔 福啊 你天天生烦恼 你天天在受苦 这就是折磨你呀 这不是外头来的 如果你却无聊呢 却无聊 他就是福啊 他就不是魔了 却无聊是 我利用这个身体 身体是假的 假活活 四大五蕴活活之身 我借假修真 我利用这个假的身体 提升自己的灵性 断卧修善 累积自己的功德 这就对了 这就佛了 这像五阴是魔 佛跟魔没有差别 就是 缺迷 第二个烦恼是魔 烦恼迷了的时候 这就是烦恼 缺悟了之后 烦恼就变成菩提 大臣教里面告诉我们 烦恼菩提 不耳了 关键就在你拥有觉悟 你的时候是烦恼 学悟的时候是不提 第三个 死是魔 为什么呢 死了之后 你这一生功夫没成就 不能成就 就死了 纵然修得还不错了 莱森赛的人生 至少你又耽误二十年 你得修修中断二十年 那还要有真正有缘分 你才记得起来 如果没有这个缘分 一中断要中断好几事 甚至于 击败事 击千事 这很难讲 所以佛才说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如果我们修学不中断 肯定一生成就 哪有到第二生 华阴经 善财童子 做出榜样 给我们看 一生成就 法华经商 龙女做出榜样 给我们看 都是一生成就 那就是 继续不断 我们今天的修修 就在这一生当中 中不中断 你就想想 一天 二十四个小时 纵帅你非常用功 每天八个小时念佛 八个小时松筋 另外八个小时睡眠 就中断了 所以功夫不得了 几个人能做到呢 二十四小时 不中断 不是没有人 真有人 太少了 十万人 百万人当中 南北有一个 勇猛精进 他不生烦恼 没有品 死磨的 也是你迷 迷了全身 如果觉悟了呢 觉悟了就是涅槃 涅槃不生 不灭 所以你看看 四种魔 这三个都是自己 都是自己迷惑 颠倒 才变成魔 而觉悟就不是的了 最后有个人 天魔 天魔是 就是讲 外面环境的诱惑 外面环境诱惑 叫做天魔 你能不能不受外面环境诱惑 是这个要懂的 知悟的人 不受外境诱惑 为什么呢 知道外面境界是假的 不是真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淫 知道外面真相 般若经上所说的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外面境界 不能有过你了 你才能够永远 离开了 我魔 专翻成神 专无为佛 无佛 无道过 如昨社交通